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要协商这个案子 那我们现在开始 请主席这边还是 请主席这边先 主席国务委员中午好 很抱歉因为原来这个案子是有行政院提的 是有行政院提的 主办单位是卫福部 因为疫情的发展原因 疫情的发展原因 是最近一两天内才发生的 疫情发展原因 所以院里面就认为说 原来的经费恐怕不够 因为原来的经费预计到 到那个今年十二月底 就是原来十二月三十一号 就是到目前为止了 可以都在用的钱 大概只有三百八十八亿了 原来以为说疫情的发展 比较单纯 所以三百八十八亿可以到 从七月一号用到十二月三十一号 那我们预计说这个疫情 也不可能到十二月三十一号 就会结束到疫情的一个发展 而且这个如果再延长的话 这个三百八十八亿不够 所以行政院早上就有院会 提一个说那个经费再增加 期间延到那个明年的六月三十号 再多半年 经费的话 它是说原来四千两百亿嘛 就变成两千三百亿 不过那个两千三百亿是上限 将来实际要提的时候 六千三百亿 六千三对 就是原来已经编列四千二了嘛 所以只能再编两千一 那一个是并不是说两千一一定会把它编完 是看最近疫情如果能够控制好的话 我们就不会编两千一 因为那个是上限 谢谢委员 邱委员 谢谢主席 谢谢主记长 那我想因为这个疫情 来势汹汹汹汹 确实现在 甚至已经回到一年前 刚开始的这个状况 那我们知道说 最近对这个整个产业 跟这个观光业 还有相关的这些 餐饮业 确实影响很大 这两天都是在退团 还有这个退房 跟这个退订的一些状况 那但是我们针对这个行政院 在这个13号通过的这个特别条例修正草案 要再将原本4200亿再加2100亿的这个特别预算 那甚至延长的年限 要到明年的6月中 基本上 呃 态度上我们是可以支持 但是有一些细节 我们还是希望说 要把它讲清楚 刚主席长讲的就是说 原本的4200亿 现在目前只剩338亿 可以挪用的嘛 所以等于已经用了大概将近3800亿左右了 那这一笔数字 毕竟我们这个都是我们纳税人的钱 而且甚至特别预算都是举债来的 我们民众党的态度 还是要求这个财政记录的部分 所以我们希望要求行政院 要先提供今年6月30号 到期前的预算的整个执行的检讨报告 因为整个的这个预算的使用情形 在这个特别条例也经过了这个纾困1.02 甚至是3.0的进行 我想今年的状况已经跟去年不一样 去年当时在编列 跟各部会在协调上 因为比较没有前例可循 那时候参考大概是17年前 SARS的一些影响的评估报告 来做一个依据 那个时候并不是那么准 所以刚开始会有一些纾困之段 甚至各行各业之间的一些 不同的一些意见 但是现在已经执行到这个阶段了 我想新的一波的纾困 如果要进行的话 应该要更到位 然后这个预算要更精准 更要花在刀口上 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诉求 第二个就是说 在增加这2100亿的规模 跟去年增加预算 其实是一样的 我们希望说 我是不知道说各部会 现在是不是已经超前部署盘点过 现在目前各部会的需求 还有疫情的这个变化的一个相关的 后续评估的部署 我们希望这个部分也是要先把它去做出来 第三行政院提供的报告内容 有哪些项目是执行不佳的 其实是可以不用再增加编列的预算 这些项目在执行上 要编列新的预算的时候 其实应该要予以排除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 还是要维持一个财政纪律 而且我们这个是已经 纾困的这个特别条例 已经进行了一年以来 我们应该有更到位 更及时 更能够把钱花在刀口上的一些执行原则 希望可以把它完成 这样才符合我们在整个对产业的支持 还是对我们这个纾困条例的整个进行上的原则的把握 以上 好 那个张委员 我想那个刚秋委员讲的也有一些道理 那我们去年一整年已经有一个经验 这个纾困条例在应用有一个经验 那今年现在疫情可能搞不好又比去年更严重一些 那我想这个延长可能因为 刚刚民众党也说他们大概也会倾向支持的一个态度 那我想说这个案子今天早上 那个行政院会也有提出了一个明确的一个方向了 那我想这个 我这边本来我想后续就是 建请就交由我们这个邮院长来做一个协商 好 请主席长回应 谢谢委员 谢谢委员 那一个就是说 我必须说明的未来 因为多了2100亿是说是一个上限 但是这个上限 并不是说疫情如果是往好的方向发展 我们就不会变 就是说行政单位就不会变那么多了 但是如果不管疫情是怎么发生 那我们未来变得特别预算 绝对不会超过2100亿 至于说那个执行的 我怕各位委员的一个误解 就是说我目前 因为那个疫苗的钱还没有付 到底是多少 我们是有 我们是有准备了大概 就是说原来的预算 原来4200亿算 我们是有准备300多亿是要买疫苗的 目前因为疫苗的钱还没有 所以那个300多亿还没有给 还有一个那个信用保证 因为现在还目前 他们那个发生坏账比例 未来也是基于未知数 所以那个原来是有编 给750亿 那个也还没有说只有支付了30亿 给那个信保基金 所以我刚才所讲的 说那个700多亿 再加上那个大概300亿 所以现金大概还有所谓的 大概1200亿 可是我们要匡列一笔金额 给那个信保基金 还有要给那个疫苗 所以那我刚才讲的388亿 是目前可以做其他用途的 就是说因为1200亿里面 有一部分是不能够以我要给疫苗的钱 把它矿在那里 所以还有388亿可以做其他用途 那我们认为说388亿 未来是怎么样 到明年6月底是大概不够 所以我们才会变这个 谢谢 邱委员 好那我谢谢主席 我想主席长 刚刚有重新表达了 那我重复一下 所以你说 之前的4200亿 现在目前是有1200亿的现金 那信保部分 因为它后面可能会有产生坏账 要理赔 要保证的部分 你们是匡列750亿 来作为这个 但这也不一定全部会花掉 因为要看它的实际 这个保证的情形 跟它后面坏账的状况 那疫苗 你们现在有应付账款 还有300亿 所以这两笔加起来 将近是1050亿 所以你们这个现金的部分 现在是1200亿扣掉之后 你现在有338亿 可以做挪作其他 那这个部分 我具体的建议 338亿的部分 是不是先 针对现在目前 可能受新一波疫情 影响比较严重的 这些相关的产业 先做第一波的应急的盘点 那后续我当然了解你的 这个再加了2100亿的部分 这个是最高的上限 在匡列 当然是市疫情的状况 来去调整 但是我们要说的是 我们当然要做一个 最坏的打算 最积极的准备 所以这是在中间的 包括后续的盘点 还是说各部会的需求 还是市疫情变化的滚动的 这些超前部署的计划 我们认为还是要把它去做一个 做一个细致的一个评估 因为我们现在毕竟有一年多来 疫情 整个对我们国内的产业也好 对民生经济的影响也好 已经有一个依据了 可以来去做一个参考 我想那个判断会更准确 那我们当然不希望把它 花到那个天花板 但是这个部分能做的部分 我们希望就是说 相关部会还是要来先去进行 那主席长 您这边当然是要帮我们 把这个荷包管紧好不好 跟委员报告一下 就是说我们在提那个 新的特别预算的时候 一定会把提出来那一天的 执行情况 以及那个成效 会跟大院报告 提早提供啦 不要当天啦 来不及消化啦 你要提早啊 不然大家在科目上列得那么大 我们也很难抓啊 好 那 呃 因为 呃 行政院 他们今天也就是刚刚通过这个 纾困条例的新修正案 那刚刚庄委员也有建议了 那是不是 呃 是不是邱委员这边 我们也可以同意就是 我们这个案子就 呃直接交由这个邮院长那边去协商 好 好 同意 那我们 呃好 那我们就 呃 资料早点准备我们也想看 我们现在就应该说 多温 RH 好 对 我 要 那么 隔 你 那 是 正